为了推广相声口说艺术 花莲施工所和相声大师朱德刚 共同举办了儿童相声营 以轻松有趣方式带领孩童来领略相声艺术 为期五天的课程结业了 并且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学生们在台上自信的展现所学 精彩又可爱的演出 赢得台下家长振振掌声 小朋友们打着主板跟随节奏 进行说唱 看见小朋友的学习成果 也让不少家长拿出手机记录下来 这是花莲施工所与相声大师朱德刚 共同办理的儿童相声营 为期五天的课程 在上周末进行了解业成果发表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有相声有双簧还有主板 之前有看过别人在说相声 也觉得很有趣 所以才想来参加 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台风 然后他也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团队合作 所以觉得就蛮好的 在看完孩子的表演之后 朱德刚老师也和助教刘玉谦两人 为大小朋友带来一段精彩的演出 以说学逗唱为行事展现深厚的相声功力 你记得我 我的相声老师教我那个什么 刷一 一直在一 对对对 这个叫层层见喜 层层见喜 是就教着的呀 专门拖时间骗钱的 说什么话 市长在这 我哪怎么拖时间骗钱 我这个主要 是让小朋友先从这个文字的节奏 我们先用阿波数字 来代表这个文字的节奏 进入到一个基本的概念 您看看 老师就是老师 不敢答 死的都能说成活了 那在这个期间里面 也非常感谢很多家常的支持 每一个孩子学得非常认真 那今天是成果展 我们会看到 每一个刚开始学习的孩子 上台都有点小紧张 到现在已经可以落落大方的 来表现自己相声的一个艺术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样特别的专才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举办相关的市长盃相声比赛 那所以我们不断的培养 不只是师资 孩子在各方各面都在推展 那我们也希望 朱德纲老师 未来也成为花莲最重要的 等于说现保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 知道花莲的好跟美 那也可以知道 花莲又一个很棒的相声社 五天的课程内容 包括介绍相声由来 及其主要的表演形式 透过声音变化 练习让小朋友了解音调高低 及情绪表达 并以双人搭配 考验彼此的默契与团队精神 借此培养孩子带得走的能力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 好 我看我们右手边